高雄12名国中生响应跨海传情送物资活动 在高雄市教育局校安市教官的带领之下 展开澎湖关怀之旅 并将满满的物资分送给当地的长辈与孩子 从关怀他人与服务学习中 体会出师比受更有福 跨海来到澎湖 12名的国中生来自高雄各学校 从11号开始展开四天三夜 雄战营超越自我成长营活动 包括一系列关怀弱势和服务学习 有跨海传情送物资 陪伴长辈共餐同乐 阿公阿嬷挺国君 社区彩绘等等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高雄市教育局 有各个学校的教官 还有春辉志工以及国中的学生们 我们从高雄来到这里 那我们这一趟呢主要我们还从高雄带来了很多物资 这些物资都是我们募集 就是高雄市的一些高中级学校 国君单位还有志工家长 他们猝皮桃味的物资送来这边 那我们主要送的对象有老人家之外 鼎湾社区的老人家之外 还有贵民起司中心 以及我们一些偏乡的国中校 那刚刚早上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跟老人家们一起制作菜简 对然后让他们体验一下 澎湖的在地的这个食物料理 对那现在呢就是去鼎湾社区那边 就是走走看看 看看澎湖的一些在地的文化特色 跨海传情送物资也获得热烈的响应 高雄市各高中职校春辉志工 国君南部地区人才招募中心 庄甲五六四旅等满满的爱心物资 如祈福米营养食品生活用品等等 由这群学生送达澎湖老人关怀据点 国中校汇民起司中心温暖关怀老人与孩童们 那到下午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社区彩绘 因为其实鼎湾他们这边非常着重 那个社区的美化跟艺术 对那我们这是带来的不同风格 我们是用喷漆的 就是现在十项年轻人最喜欢的喷漆彩绘 那他们有他们那个创作的特色 是跟在地不一样的 那我们也会试着融入一些澎湖在地的一些文化 例如说红桥啊对灯塔等等的 那我们也希望带来不一样的一些景观 在鼎湾社区这边留下一些我们的色彩这样子 12名学生也在喷漆涂鸦艺术家陈若新的带领之下 在澎湖顶湾社区喷漆彩绘异象墙 结合澎湖在地的武教文化 共同创作日月新陈武教护台湾 象征武将出巡守护台湾国泰民安 如国军官兵弟兄为了守护家园 24小时不分昼夜 坚守岗位捍卫国土未曾松懈 我觉得来澎湖非常的开心 然后这些公益我觉得很棒 例如说你今天做菜检 对然后你跟爷爷奶奶这样子的互动 我觉得这样很开心 我觉得爷爷奶奶他们人非常的好 对我们非常的友善 他们都很细心的教导我们 那你在做这个菜检之前 你知道澎湖有这一个传统的手艺吗 不知道 那来了之后听到这个有这个菜检 你的这个活动你自己觉得呢 因为好像听说你也是蛮喜欢做餐饮之类的 这个兴趣嘛 对不对 那你觉得在这方面 你学到什么 我觉得我学到了更多元的饮食方式跟料理方式 学生们也到鼎湖社区与阿公阿嬷共餐 制作澎湖特色料理菜干 并参与阿公阿嬷挺国军的活动 由授秀教官黄新会向国军南部地区人才招募中心 陆战勾勾旅 装甲五六四旅等国军单位募集纪念帽 转正社区长辈 阿公阿嬷开心的戴上各式不同特色的国军纪念帽 感谢国军保卫国家的辛苦 永禅之余也跳起了健康超 我说到除了这些以外 他们这些长辈真的会跳蟹舞 也会跳蟹舞 也可以放这些给他们看 这都是从他们这些 这个理属地方 我们里面交集他们 晚上开始做健康超 开始做一些讲座 做一些手工艺 或是来聊天 那个工餐 然后慢慢的进入到这些活动的部分 所以是一个相当有代表性 相当一个优秀的一个社区 这两年你们都有过来的 刚刚有在提的一些地方 那个发展的部分 那集约单这两年 你们可能在这个地方 也是他们长期在这里 有点客气的地方 那我们在提到的部分就是 希望明年过来之后 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场地 新的一个社区活动中心 高雄市教育局校温市督导 赖玉民说 学生在服务的过程当中 体验社会中各种面向的生活 也培养对社会的关怀 心中常有别人 常怀感恩的心 记者王海龙报道 promising 知道万一 Standard 我应该见到 实话 文不 记者王海龙报道